大家好,现在我们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museum shop 我们给大家隆重介绍一本书啊,The Birth of America 这个就是来自于John James Audubon,也就是所谓的那个法裔美籍画家 奥独邦 奥独邦的整个这本书呢,我们说它花了将近12年的时间 才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成名巨著啊 一共呢有435幅水彩画 涵盖了大概489种啊,共1065只鸟 而我们说这个比较特别的啊,就是它在画画的广当中呢 尽可能都按照这个1比1的这个比例去画的啊 所以我们说每只鸟呢都非常的生动形象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啊,我们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单独出的一本小的书 我们说它的价值有多大呢 我们说在2015年的时候啊,我们说据统计呢 世界上有完整的119套出版书 那么108套呢被各大博物馆啊,图书馆啊等等收藏 那么我们说在2018年12月份的时候呢 苏富比曾经拍卖出一套完整的这个The Birth of America 创造了730万元英镑的大概这样一个价值啊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Museum Shop呢 它的价值应该只有只有40磅啊 所以对比来说是不是非常划算呢 如果是你,你会愿意收藏这样的一部巨著吗 谢谢大家